2023年11月29日,大天使费斯,真善征服一切,传导Kirsten Erikson,译者,扬声传导。 我是费斯,我是大天使,我曾经被囚禁过,我知道这一切,我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生活了很多世纪,现在我知道自由对我意味着什么,我已经联络了那些最开放,仍然能感觉到我的人。 但你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理所当然的,你们心中有自己的信念,没有人可以夺走它,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,我知道除了伤害之外还有其他方法,耐心和感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对你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? 你们知道吗?我非常爱你们,我知道你们人生的每一步,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因为悲伤,痛苦或恐惧而哭泣,我也知道你们高兴的时候,你们会开心地笑,我总是把我的翅膀放在你们身边来疗愈你们并确保你们的安全,把善良留在心里很重要,然后我就成为你们的诚信。 我总是带着希望和爱一起工作,这是神圣的三位一体,我们都需要彼此,我们需要不断地相互平衡,你们创造,你们就是你们自己信仰的创造者,你们决定,你们决定你们的信仰是否良好,这意味着你们还需要三位一体,你们需要信心,希望和爱,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是好的, 但是只有信仰消极的东西,没有爱,没有希望,就意味着没有快乐,只有决心嘛。 一种意志或一种信仰,只是作为伤害手段的一种,当你们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时,你们就使你们的信仰变成真诚了,这是你们自己的决定。 所以,然后就是下一步,首先是你们自己的信仰,然后是你们的社区和他们所拥有的信仰。 问自己这些问题,爱和希望,以及真正的真诚,你们在哪里找到他呢? 如果,你们在你们住的地方找不到他,那么你们的心里就有他,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吧,还有你们行善的自由意志,善意不会赞成伤害儿童,绝不,这与信仰无关。 人们所声称的这种信仰,是一种被绑架的信仰,他们声称有信仰,但背后却是一群应该进监狱的罪犯。 数百万人目睹了盛况,数百万人看到了一个古老的传统,数百万人只是因为需要感受到某种安全感而表示认同。 但如果你们问我,我是大天使费斯,我甚至无法说话,因为我会哭。 对我来说,孩子是神圣的,对我来说,没有人可以伤害一个孩子,然后以上帝的名义或我的信仰来称呼他。 他们利用上帝和我作为伤害的借口,这是纯粹的邪恶。 信仰就是这样被绑架并使用的,这并不比一场假面舞会好,你们只需选择一套服装,每个人都会相信你们所说的自己,并且不会提出任何问题。 请吧,我要你们跟随你们的心,我希望你们能保护所有的孩子,他们是无辜的。 我希望你们能提出很多问题,并且不要害怕这样做,请保持狂野,诚实,跟随你们的心,用你们心中的信心,希望和爱来行善。 化妆舞会该结束了,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侍卫披着斗篷的流行歌星,而幕后正在发生可怕的行为。 你们已经有了你们的教会,它是你们的心和你们的身体,你们真的不需要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来寻找你们的信仰。 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你们行善的自由意志,信仰,我,我爱所有的孩子,我为他们哭泣。 真正的信仰是非常好的,也是上帝最亲密的朋友,许多人与上帝的名义发动斗争。 神从来没有批准过,上帝站在旁边,挥舞着手臂,喊道,不,停止,不要发动斗争,绝对不要以我的名义这样做。 我们当然知道,你们在地球上生活和学习,但不要被俘装所迷惑,用心去听,用眼镜去看,并提出很多问题,并永远保护无辜者。 相信你们的直觉,相信你们的心,以及他告诉你们的,当你们遇到教会人事时,永远不要让你们的孩子与你们实际上并不百分百信任的人单独相处。 我的意思是百分之一百,百分之九十九还不够,如果你们有哪怕一思怀疑,那么你们就不会让你们的孩子离开你们的视线。 爱可以战胜一切,善良可以战胜邪恶,这实际上是从你们开始的,这是你们的选择。 衣服、金钱、房子、汽车、头、弦、建筑、黄金和珠宝,他们完全没有说明人们的行为方式。 现在是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了,彻底地学习,金钱多不代表一个人很好,一点也不。 作为一个有头衔的宗教人士,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是好人,一个好人不需要头衔,不需要黄金,不需要大建筑或教堂。 上帝和我,我们在哭泣,因为有如此多的邪恶,有如此多的针对儿童的邪恶,这是撒旦的行为蓬勃发展。 与上帝和我的信仰无关,也与希望和爱无关。 美好的光月来月强,所有黑暗的面纱都被揭开,所有人都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。 爱你们自己和你们的脚步,因为如果你们选择的话,每一个都可以成为美好的。 但永远不要过于崇拜任何人,以至于看不到他们的本来面目和他们的实际行为。 保护无辜者,儿童,动物和地球,令人遗憾的是,撒旦的行为还没结束,他正在蔓延。 因此,请密切注意孩子们,做一个好天使,永远保护他们,让孩子安全,让孩子成为他们原本的样子,成为纯洁的孩子。 准备好看穿所有的化妆,面具,服装和整个邪恶的化妆舞会。 最重要的是,我爱你们,你们是一位伟大的光之工作者,选择超然的方式生活在盖亚的这个特定时代。 你们是转变后的盖亚的新老师和新向导,你们独特的光具有最高的本质。 我相信你们,上帝祝福你们,费斯。